大选进入最后的决战 倒数14天了 蓝银吸票机通通出动拼了 有谁呢 有侯友宜的太太 侯友宜说她的太太呢 过去从来不露脸 但是呢 这一次的选举外界 如果不回归政题的话 她的太太一定会站台来辅选 好 那这个另外呢 针对这个凯旋院的争议 侯友宜的太太呢 她承诺要把这个凯旋院 改成社宅 对于侯友宜太太的决定呢 崔妈妈基金会发表声明大战 她说侯太太呢 是抛砖引玉 期盼有更多的凯旋院们 看到这里哦 在网络上很多网友讨论说 那呼叫蔡英文总统 你们家的那个 很多的房产 不是也就是租给那个企业主吗 要不要也就是改成社宅呢 好 我相信蔡英文应该不太可能啦 她都要卸任了 好除了这个兰英的吸票机 有侯友的太太之外呢 还有谁呢 来韩国瑜 马英九 李嘉芬 卢寿业 蒋万安 他们通通都是兰英的吸票机了 那尤其啊 这个人气强强棍 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她到了高雄来造势 这也是她这场选政当中 第一场的造势活动 就是外来力挺韩家军 好索到之处 万头传动 人潮挤爆了 那韩国瑜本人呢 则是到了这个金门 还有嘉义来造势 上午呢飞金门 下午到嘉义来站台 当一个空中飞人 那当然人气也很旺 你看到这个人潮一望无际 太多人了 大家都是来抢看这个韩国瑜的 那卢秀燕呢 人气A也很棒哦 她呢是到了台南来造势了 这也是她第一场到这个台南来造势了 那对此呢 前立委郭正亮他表示了 他说民进党呢 打韩国瑜已经没用了 民进党不止12席会落选 还有很多PK盘的选区都很接近 就看当地县市长 这个大母鸡最后推一把哦 还是韩国瑜的优势哦 像是卢秀燕呢 出手的话 帮忙的话 可以增加这个2% 就可能让蓝营的小鸡来当选了 持续来请教这个立将军 你看到这一回呢 不少人都说选战有一点冷 但是今天距离只剩下最后14天了 最后两个星期 下周三民调就要封关了 那如何蓝营在封关之前 冲出一波声势很重要 那刚刚呢 相信立将军跟我们一起也看到了 这个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 也站出来了 蓝营的这个人气王啊 韩国瑜啊 卢秀燕啊 蒋外安啊 各大要角也都马不停蹄 但是呢 侯友宜的夫人呢 她最近被绿营猛攻 有名嘴分析了 其实民进党打的是合不合法 打的不是这个合不合法啦 打的是社会观感 你同意吗 江军你同意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让我感触很深 因为 侯友宜它就是一个铁汉的形象 它不像 不会诉诸于这种感情 而且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他从来不消费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他自己的太太 他不会把他们拿出来消费 其实那段事情在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还年轻 我可以感同身受 因为很多 那个时候他的小孩才三岁 我跟各位观众报告 三岁小孩是最可爱的时候 发生这种火烧车事件 那真的是痛彻心扉 所以那个时候 侯友宜自己本身又就是刑警 而且他只是一个副大队长的身份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妈 岳母跟他 跟他女儿讲 也就跟他太太说 我留一堆粿给你吹 留一堆粿给你吹是什么意思 就留一碗饭 让你可以煮饭可以吃 万一你先生在外面 应公殉职 你现在又没有小孩 你一个女人家 你怎么过日子 所以我留一块地 留一个盖一个房子 让你可以收房租 让你可以过日子 其实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可是民进党狂攻 而且今天早上最新 我们一起来看 就是民进党你看他猛攻他的妻子 侯友宜今天早上出席记者会 他哽咽批评民进党是软土深掘 在今天辨论最忙的时刻 我们还是来开了这场记者会 因为我的心情是非常的纯痛 非常的难过的 我参选民进党不断地 服务 抹黑 来跟我公共 哪有就算了嘛 算起来也这样嘛 但是 我一直说 在山 改水 但是呢 民进党 却 一而在 在山 攻击我的妻女 软头青骨 白白白白 要把你们赢了 是可忍是不可忍 今天我不是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另外我最重要 我是人的老公 我兒子的老婆 開這間記者會 我的母子小子 向財產的侮辱 不是這個事情 很厚一件 每天幫你練 每天幫你練 我今天在練 我如果沒騙我出來講 我永遠對不起我的太太 對不起我的女兒 好 持續來請教立將軍 剛剛看到侯友宇友 他在現場 雖然大家都說他是漢子 但是他也哽咽了 談到他的妻子 談到他就是 已經逝世的孩子的時候 他哽咽了 我覺得民進黨 選到沒有人性 你怎麼可以拿人家最心痛 對那個事情 其實侯友宇之前 他都不提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如果講出來 學這個哽咽 起早哽咽 他小孩的事情 或他太太的這些事情 其實會感動很多的 尤其是女性選民的這種心情 尤其是媽媽 或者是阿公阿嬤 這種心情會感動 他從來不提 他還不拿這個來消費 但是今天你民進黨居然用人家最心痛的事情來共濟 這簡直是沒有人性到極點 而且噁心下流到極點 我要在這邊批評 那今天我覺得 我剛剛講的那句話還沒有講完 今天那個時候 在當年那個情境之下 他的岳母跟他講 我留一塊粿給你吹 對不對 讓你如果說萬一你侯友宇 你在外面因公殉職了 你還可以有一碗飯吃 今天侯友宇這個發達 他要選總統 他今天這塊粿 不是是他給他吃而已 他把這塊粿 他太太把這塊粿分成很多塊 給所有民眾吃 給這些弱勢團體吃 他把這個凱旋院捐出來 拋磚引玉 能夠讓更多人 能夠讓這個 比較清苦 比較清寒的年輕人 他們能夠有地方住有 也就是這塊粿 他做大了 做大以後他分給大家吃 這為什麼不對 我覺得民進黨 今天會攻擊侯友宇太太 只是因為侯友宇太太 做了最對的事情 做了最好的事情 讓民進黨感到害怕 感到緊張 所以才拿這件事情來做攻擊 我覺得這真的是 沒有人性到極點 那之所以說 其他的大咖出來 我覺得代表國民黨 這次來講的話 真的是大團結 之前有一些傳言 不管是王金平 尤其是幾個代表性人物 包括宋楚瑜 這個王金平 這些人可能大家會有一些誤會 對後尤瑜會擔心或誤會 可是包括韓國瑜 對不對 這個包括王金平 包括到甚至昨天宋楚瑜也出來 我覺得就是 不只是爛贏 大家團結 我跟你講 大家想要宋楚瑜 宋楚瑜他的影響力 最少5到18的選票 雖然說那年他沒有選票 他有200多萬票 這200多萬票是誰 我跟你講就是中間選民 就是深藍或者是淺藍或者淺綠的 這些人其實是支持宋楚瑜 因為他當年在當省政府主席的時候 省長的時候 他替台灣很多的這種 中間這些農民或者漁民 做了很多基礎的建設 讓他們可以種田 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生計 所以這些選民來講的話 其實是還很懷念宋楚瑜的 譬如我舉個例子 澎湖來講那個海水發電廠改成淡水發電廠的那個就是宋楚瑜蓋的 所以他最起碼有5到18的選票 所以我相信這次來講 你看宋楚瑜 包括他沒有去幫黃珊珊站台 他反而跟侯瑋瑜支持在一起 他這個王金平南部原來他也是覺得說他會不會有疑慮 對不對大家會對他有誤解 那最明顯就是韓國瑜對不對 大家每次在那邊借顧炒作 他們之間見縫插針 說他們之間會不會有心結 這是全部都破解了 代表藍營大團結 我覺得最大的CPLG不是這幾個 是我們這些一般的庶民一般平民 你也是CPLG不是靠這些人 要靠每一個人努力去CPLG才能夠下架民進黨 還我們一個公道 還我們一個真理 創造我們一個環容 讓我們有一個平和和平的生活的一個空間 讓我們可以在這空間裡面培養我們的小孩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四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